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爱台湾生活周报 我是黄文淑 节目一开始带大家到台北来参观玫瑰花展 2024台北玫瑰花展在圆山公园为美开幕 今年是以梅圆意识为主题 带大家一览玫瑰花的精致园艺风采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5000多株玫瑰花的环绕下 揭开赏梅序曲 邀请大家到玫瑰园来参观 2024年台北玫瑰花展在花开兵分的三月 接续登场 今年以梅园艺市为主题 分为六大展区总共800种玫瑰品种 带大家一览玫瑰的精致园艺风采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出席开幕记者会 与现场前来拍婚纱照的新人一同赏花 感受玫瑰盛开的幸福气氛 开放的空间 而且很多部分年龄层孩子长辈都可以来这边非常方便 欣赏到有800多品种 有将近5000株的玫瑰花在这一整片的空间里面产出 台北玫瑰园占地达1.5公顷 种植近5000多株的地质玫瑰 都是由工作人员还有志工细心照护所换来的成果 蒋市长特别感谢大家的付出 让官员人数不断破新高 上月整个展区呢 我们有搭配许多的活动 包含摄影的比赛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AR的一个线上活动 还有惊人玫瑰梦的一个FB的活动 那也都欢迎 就是各位市民一起来参加 为期一个月的台北玫瑰花展 展期将有许多线上线下精彩活动 像是专为新人定制的美好见证活动 邀请新人打卡拍照 平日也有导览解说 欢迎市民朋友共襄盛举 感受玫瑰盛开的幸福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樱花树下品名 美景茶香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台中市和平香公所 为了推动离山茶产地认证标章制度 特别在福寿山千英元举办 因为幸福封茶藏妇品名茶会 活动现场超过了200多位民众一起封茶 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以及祝福 并且在樱花树下设茶席 一边品尝香喷喷的离山茶 一边享受阴吹雪相当惬意 台中市和平区公所 为推动离山茶产地认证标章制度 这天在福寿三千英元举办 因为幸福封茶偿妇品名茶会 活动邀请15家获准产地认证标章店家 贴上认证标签 为离山茶做好第一线把关 今天我们主办单位很特别 用了一个我们的离山最好的茶叶 还有我们的这个茶凹 把这个幸福还有很好的味道 还有香气把它尝到这个凹里面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就是有一个纪念日 所以这个好茶放进茶凹里面 它会越沉越香 所以如果要喝这用茶 一定要在特别的节日来把它尝好 所以为台湾的这个离山茶做一个流念 和平均公所表示 活动现场超过200位民众 共同封茶偿妇 写下对未来的期许或祝福 等待开封时机成熟 与山午好友或亲人 共同品察幸福的茶汤 看到美丽的环境 看到美丽如画 茶 茶香永存 谢谢 祝福我们台中市的市民都能够幸福安康 健康美满 那祝福大家能能行大运 活动现场通过离山茶产业认证标章的茶农与民众 一同在樱花树下设茶席 一边品尝离山茶 一边享受樱吹雪 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凯博中章新闻记者陈文硕 和平采访报道 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罗东出张所 到现在已经满100年的历史 林业保育署宜兰分属为了纪念罗东林场100周年 特别规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并且策划罗东林场100年纪念特展 邀请了罗东林场出身的子弟 作家吴永华合作 展现跨越不同世纪的林场故事 走进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神洞馆 有着罗东森林铁路满满的回忆 1924年成立的罗东出张所 到1979年铁路停市 以及到现在的林业文化园区 今年正好是100年 现在更是观光的热点 每年也吸引80万人到100万人的游客照访 林业保育署宜兰分属也特别规划了 9场纪念的百年活动 首场是罗东林场100年的纪念特展 我们总共安排了9场的活动 那也希望说宜蘭地区的我们乡亲们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因为100年前成立的罗东出张所 带动了整个罗东的一个发展 我们也希望说带动整个罗东 一个文化景观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 这个特展很特别是我们把就是近年来 就是重新就是考究 然后收集的资料作为特展的素材 其实有很多的民众都会发现 走到林业文化园区 其实在介绍的都是太平山的一个历史 但是对林场的历史其实都是比较欠缺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当民众来看了这个特展 会觉得说我们的林业文化园区 他真的是有别于一般的公园啊 或者是像老街啊等等的一些场域 罗东林场出身成长的吴永华老师 运用了松罗之味 以及松罗曼坡两本书籍 横跨了日子以及战后的 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权 吴永华老师也将 儿时在林场的生活珍贵的照片 和大家来分享 并且说着他和林场的故事 但是因为我从小在那边生活嘛 所以我可以把在这个历史的架构之下呢 可以把一些章节 可以把很多的这些童年的 对对比如讲 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是用檜木在烧的 以前现在烧檜木是多么的 对不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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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以前就是遍地都是 在整个林场这边都有 整个时空的变迁 以前照片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你过的时间这么 这种催炼之后 那种照片的历史伤力就很强 就是千金难换回的 对 从故事里感觉到当时的温度 也感受到太平山上收获以及兴衰 不论你是宜兰在地人 或是外地的游客 都邀请你一起来认识 蓝阳平原上台湾林业发展所连下的日积 记者来下路财宝报道 接着带大家到屏东 交通部近年来持续推动低碳旅游及单车游程 辖区内的棚管处 结合了东龙宫即将迎来三年一科的银王季 特别推出了骑乘单车抽限量小王马的活动 只要达成指定任务打卡条件 就有机会把新年度的造型王马带回家 游客骑乘单车游览大棚湾月 欣赏周边美景 感受大自然风光 今年度除了是单车旅游年 更是东港最重要的三年一科大盛世银王季 棚管处特别与东龙宫结合 除了年初搭建银王造型沙雕 也在单车旅游游程祭出送王马的好康活动 这个交通部最近都在因为在节能减碳 绿色旅游的基础里面落实 最能落实的就是所谓单车旅游 最能符合节能减碳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就会跟东龙宫的这个王马 我们把它链接 那也没想到说这个王爷 只是了这一个王马的这样的一个 类似一个小公仔的活动 也造成了一个热潮 那这个热潮进来之后 我们就希望说延续 延续这个热潮 因为毕竟大概迎晚到9月 所以在这个热潮 就要我们到1到4月 刚好配合交通部这个 自行车旅游的活动的这个季节里面 我们就把自行车的活动的巡礼 包括要有幼婴 这个家长才会带小朋友再过来 游客只要达到指定条件 到各个标注的景点区打卡拍照 就能取得单车邮程认证 来抽今年度的限量王马 在这段期间有进来 我们可以抽 但是因为网友有指示 这个是限量的 他不能无限量去做 所以这个要去我们东龙宫 这边请示了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数量有限 所以我们提供五支 这样的一个 我知道现在有些人 他用花250块 刚好有信买到这个网马 他网路上已经 我知道我从那个FB里面看 已经有卖到1200块的 所以也造成另外一个热潮 每一颗的造型小网马都长得不太一样 加上限量版 因此即使是东龙宫自己推出的网马 也都几天就抢购一空 甚至网路拍卖价都要破千 因此这难得的机会 欢迎乡亲 踊跃到访大鹏湾 一起来骑车 健康乐活 还有机会把可爱的小王马给带回家 记者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并持着与民众站在一起的目标与理念 彰化县议会率全国之先 将在3月30号举办与民同行活动 首次开放民众夜宿县议会 并且规划有特色市集以及美食餐车 当天也将举办公共议题的 Rap Battle决赛 晚上更邀请了知名的脱口秀 主持人贺龙跟议员们一起星光开讲 大谈议政及公共话题 饒舌歌手哈士奇 以与民同行为主题 带来即兴的Rap Battle 江华县议会议长谢点林表示 这次议会与民同行系列活动 以露营为主题 在议会内搭建帐篷 让民众免费体验野素 那这活动是第一次举办 那我们也要请就是青少年来多报名 那也要请大家来一起来观赏 全民一起来参与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议会 彰化县议会是在做什么的 然后再为什么外人民发声这样 然后有一些公共议题用年轻的方式来呈现出来这样 这次有什么样精彩的活动是跟我们将军参与一下 就是那个Rap Battle 然后加上就是一些公共的议题 然后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那个题目 然后去做比赛这样 出席记者会的彰化县议员对这次的活动也都很期待 多位议员认为议会越来越开放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更多人认识彰化县议会 年轻就是本钱 我们这个议会能够有更多的年轻活力来注入 我想这样才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脉动跟进步 所以说来 我们中华观议会在我们县议长 领土之下 我们跟全国各议会都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看到全国议会 第一个议会版与民同行的这个 夜宿我们的议会 然后带动年轻人来了解 未来国家的这个政策监督体观 要怎么去做到台湾 谢点灵强调 与民同行系列活动完全免费 但需要事先报名 比赛也有提供奖金 邀请所有对于民主议题有兴趣的青年朋友 一同参与这场难得的晚会 与民同行 记者张时亮采访报道 电玩游戏不仅仅是年轻人的独爱 郑修科大跟中华乐林电竞交流协会合作 举办了乐林电竞赛 来自全国60岁以上的长者 组成了三个电竞团队 透过电脑游戏相互较劲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电竞赛 来充实他们的老年生活 也期盼融入年轻人世代增加互动 鼓励长者多动手多动脑 保持愉快的生活 比赛场上每位长辈 穿出着电脑荧幕 手脑并用操作着电玩游戏 投入游戏的精神 不输给年轻人 这是郑修科大与中华乐林电竞交流协会 合作举办的乐林电竞赛 希望把年轻人喜爱的事物 融入到老年生活中 让长辈多动手脑来增添生活乐趣 自从有参加这个之后呢 我们是第一届比赛完之后 就开始每天打一小时打一小时 结果现在变成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去打20分钟 吃吃小兵 然后跟我以前的生活比起来 就是跟孩子们跟年轻人 在这个游戏里面交往到很多很多年轻世代的 包括新加坡香港大陆 就是各个领域的年轻玩家 我们都变成很好的好朋友 经常练习呢就是在线上 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 我们直接 因为我们北中南各地方都有人 这个战队成员在这 所以我们平常都在线上去做这个练习 能够借由这个电竞游戏啊 让这些老年人长者啊 能够活化他们的身心健康 然后希望增加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乐趣 达到这个老少共荣 年轻同乐这种境地 这是我们的宗旨啦 那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 这个热灵电竞这一块呢 推广到全世界各地 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年人也可以打电竞的游戏 郑秀科大校长龚内章表示 许多家庭长辈与年轻一代都有隔阂 希望长辈通过学习电外与年轻人互动 来促进家庭融合 而参加电竞队也能在团体中获得生活中的重心 对身心灵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长辈啊 他们在家庭聚会了 在很多活动里面 好像都是孤立在那边 那年轻的一辈 就是那边玩手机玩电脑等等 那如果他们参加这个电竞的这个热灵战队的话 我想他们藉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跟他们这些兴趣的这个内容 就可以跟年轻的他们这些晚辈呢 做交流 做这个融在一起 甚至可以讨论他们的内容 减少他失事的风险 而且也可以提高 这个家庭和乐融融融在一起 这个协会三年多来已经有二十几队了 而且他们互相之间的比赛呢 都非常的平缓 那甚至有的比赛的得奖者 都还可以出国去比赛 主办单位希望托管热灵电竞赛到各地 来鼓励长辈学习信事物 并与人多家互动 来重视如何充实老年生活 记者周恩臣采访报道 接下来来到了新竹市 新竹市建华市民活动中心 在3月4号上午正式完工启用 这是一栋每轮美奂的玻璃屋 是新竹市第一座低碳永续建筑 兼具美观与实用 未来将提供在地里民 作为社区食堂、社区教室 展览空间等多功能使用 让市民朋友享有更优质的休闲环境 新竹市政府克服大环境 缺供缺料影响 挹注超过2800万元经费 新建建华市民活动中心 在众人的期待下 这座每轮美奂的玻璃屋 也终于在3月4号落成启用 渴望让周遭居民享有 更优质的休闲活动空间 那市府在去年开始 其实包含说我们在 视察这个市民活动中心的时候 其实跟校方这边也做了许多的讨论 包含说原先的设计呢 在地砖的部分 或者是植栽的部分 那校方这边也希望说 未来市民活动中心 可以有一个更一致的一个意向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去年我们也开始协助我们的 这个工程进行变更设计 来将我们的地砖 还有植栽的部分呢 能够跟校方来做一个统整 那同时呢 我们在这边也看到 包含像我们这个贴心的 有一排的座椅 就是希望说未来呢 来到社区的这个活动中心的时候呢 我们的社区的民众 这些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 大家还可以坐在这边 看着建华国中的小朋友 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 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景象 所以呢可以有 未来我想见 这边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是说这个可能阿公阿嬷 来这边上这个社区的 一个照顾关怀据点的课程的时候 顺便呢 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 可能是这个孙子孙女 来这边上课 所以非常一个温馨的一个情况 可能未来也会在建华这边来出现 建华市民活动中心启用后 将可以作为社区食堂 社区教室 展览空间等活动场域使用 不仅提供地方 办理关怀据点 多元课程 凝聚在地情感 更是里民朋友 休息的好去处 有这个地方 有一个空间 可以让我们所有的里民 作为一个情感交流的一个据点 同时也是对于我们建华里 未来要推动里政很重要的力机 我想未来包括老人共参也好 或者是长照2.0的巷弄关怀据点 甚至我们行手队 守望相助的行手队 还有环保自贡队的这个活动据点 甚至热灵课程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展开 我想未来对于建华里整个里民之间的互动 包括社区跟学校 这方面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地方 让家情感加恩加温 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来讲 跟过去30年来完全没有 市民活动中心有很大的差别 建华市民活动中心 落实低碳永续概念 是新竹市首座低碳氢量化的活动中心 室内空间约88坪 运用可循环再造的木构 钢构建材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并利用屋顶太子楼设计 自然同风换气 达到低碳节能效果 打造北欧峰木造玻璃屋 记者简舒奇采访报道 南部的半桌文化一向以澎湃丰盛著名 而配合内门宋江镇在地文化 高雄市政府官方局 今年特别邀请了在地第三代宗破塞 林奇敏长厨推出了宋江大宴 每一桌共有十道菜色 邀请大家一起来品尝南部最富盛名的半桌料理好滋味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赶快来定桌 满板一桌山珍海味 不只有色香味俱全的樱花香米糕 道地的古早味羹汤 以及半桌绝对不可少的肥嫩蜂肉 这也是今年宋江大宴推出的丰富菜色 这次活动一共有三个日期可以选择 每天50桌开放给民众订桌 每年大家都非常期待宋江大宴 可以体会到最在地的这个版德菜 那我们这次请到的是我们的林奇敏师傅 那林师傅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我们这次推出的菜色是十道菜8800元 我们的时间是在16 17跟23号的中午 我们可以一边看完镇头比赛之后呢 中午来吃这个版德的大宴 那版德菜呢我们是先预定的 大家可以打到这个林师傅办喜专线 或是到高雄旅游网 都可以查询到我们这个订做专线 欢迎大家提前预约 这次宋江大宴的特色就是 它都是非常道地在地的这个传统菜色 那这些菜呢很多在 现在新式的菜色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内门 吃这个最在地最美味的这个版德菜 而这次推出的菜色 除了是道地的伴桌菜外 分量十足 绝对让定桌民众可以吃得心满意足 同时长厨的林奇敏中破菜 也有针对现代人口味 稍加调整料理方式 让桌菜是兼具健康与美味 我们这次宋江大宴有 我们内门特有的鱼翅 跟人家说版德的鱼肉菜 对还有我们的一瓶虎皮蜂肉 搭配我们内门的手工笋干 还有我们的南部特 最近很夯的霸气桶装冰淇淋 十桶鱼肉菜鱼翅根 跟我们的一瓶红肉 先炸过然后再下去卤 虎皮的口感 然后不会很油很腻 非常的好吃 可以欢迎大家来试试看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炸过 炸过再下去卤 它会有虎皮来呈现 然后我们的鱼翅根是 已经改良过 没有那么以前那么甜 宋江大雁从即时起开放定桌 由于是限量的关系 观众局提醒民众要尽快预定 相关讯息可以从高雄旅游网得知 欢迎大家踊跃定桌 体验一眼一度宋江大雁的好滋味 记者会为常报导 基隆市早年因为日制时代的影响 保留了许多的日本料理美食 而其中位在镇冰鱼港旁 有一家融合台湾与日本文化的美食 正在炙热燃烧 涂大吉古拉延续从日制时代传承下来的 民间美食逐轮制作法 甚至连名称都延续日文发音吉古拉 浓厚的文化背景 让吉古拉的美味别具风味 而涂大也因为延续着炭烤的古法 为自己与家人再造事业第二春 宁剧带下来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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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